欢迎收看今天的文倩世界周报 首先我们先来看日本 日本最近政治和经济 可以多说是20年来最大的一个改变 在政治的部分是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 不断为大家提起的 右翼政治势力全面的崛起 而经济的部分 日本再次喊出Japan No.1 最近日本的安倍晋三首相 正式进行了他就职以来最重要的演说 在演说里头他提到日本停滞的经济 事实上Japan No.1这本书 是由哈佛大学的教授傅高义当时所写出来的 他写Japan No.1事实上对日本是不存好心 在1980年的时候 这本书在美国成为畅销书 也使得美国全面所有的企业 媒体国会都被游说 提到日本如何以自己的保护主义 壮大日本的企业 然后禁止美国的企业 美国的汽车 美国的农产品进入日本的市场 而日本的汽车却完全如入无人之地的 自由市场的进入了美国 在那段时间可以说是美国对日本的贸易战 那么这本书呢其实是打开美日的贸易战 非常重要的这本书籍 但那段时间日本人有一段时间也在副高义这本书 Japan No.1里头 非常陶醉 最近呢日本经济变成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落后了中国大陆 而且日本经济停滞了20年 Japan No.1到底是为什么而写 写了之后日本的下场是什么 似乎安倍晋三也不想管那么多 他在国会里头正式喊出 日本一定要重回世界第一的情况 当然这句话几乎不可能 日本能够稳住目前的经济 甚至他要超越中国大陆都很困难 那么他目前为止呢最重要的就是放手 让日元大扁 而的确收到了一番的效果 神采异异的安倍走进日本国会大楼 新一届的众议院开幕 安倍发表就任后的第一次施政演说 这是一场不同于过去的国会演讲 大家都知道日本面对的困境 安倍自去年当选以来 也已经铺陈了他的施政方针 4700至10多分钟的讲话 安倍要做的只是激励士气 我が国が直面する最大の危機は 日本人が自信を失ってしまったことにあります 確かに日本経済の状況は深刻であり 強圧で解決できるような簡単な問題ではありません しかし自らの力で成長していこうという 危害を失ってしまっては 個人も国家も明るい将来を 出生于战後 像安倍这一代人 经历日本经济最輝煌的时刻 也度过消失的20年 虽然日本不成世界第一 但安倍要以此为目标 誓言带着日本人重返荣耀 但经济復甦非一处可及 要重返荣耀 安倍能先做的就是壮大军力 中院開幕同时 内阁就先通过了 92兆6,115亿日元 史上最大规模的新年度预算 这是让安倍重振经济的最佳后盾 更可以看出他捍卫領土的强烈企图 总预算中的防卫预算 4兆7538亿日元 是11年以来所不增加 经费用于自卫队大规模扩边 更是20年来头一招 通篇演说 安倍没有再挑动 以稍稍降温的中日紧张局势 不提钓鱼台争议 也不讲中国军事威胁 但日本媒体披露 防卫省今年要扩大军构 包括13架1吐西 及4架1767预警机 用于加强钓鱼台在内的 西南诸岛全天候防卫 这并不是世界第一 但日本拥有的预警机数量 亦是亚洲第一 外交安全保障についても 抜本的な立て直しが急務です 何よりもその基軸となる日米同盟を一層強化して 日米の絆を取り戻さ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外交は単に周辺諸国との 二国間関係だけを見つめるのではなく 地球寺を眺めるように 世界全体を俯瞰して 自由民主主義 基本的人権 法の支配といった 基本的価値に立着し 戦略的な外交を展開していくのが 基本であります 大きく成長していく 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いて 我が国は経済のみならず 安全保障や文化 人的交流など 様々な分野で 先導役として 貢献を続けて 沒有世界第一 至少得亚洲第一 美国的亚太在平衡战略 让日本成了第一代言人 安倍演说中 阐述他自由之湖的安倍主義 这让人恍如格式地 想起军国主義時期的 東亚工容圈 而安倍在接受眾院質詢时 也透露将左手展開 改變自衛隊地位的修憲計画 日本憲法96条規定的修憲程序 必須獲得重参两院三分之二同意 日本右翼将提案修改为过半数 降低修憲门槛 除此之外 为了让年轻人重新认识 过去日本荣耀的历史 安倍以下令文部省 重新审视教科書 对二战时期的描述 私たちもそして日本も日々自らの中に眠っている 新しい力を見出しこれからも成長し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るはずです 今ここにある危機を突破し未来を切り裂いていく覚悟を 共に分かち合おうではありませんか 強い日本を作るのは他の誰でもありません 私たち自身です ご清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这場演说之后 安倍最新的民調支持率冲到68% 也凸显日本国内右翼的亢奋情绪 国家的复兴原本都该给予祝福 但从日元贬值到军事扩张 要找回世界第一的安倍 却那么无法让人安心